貨車上放著各種容量的瓦斯鋼瓶 仔細一看都是沒有接受檢驗的過期品 被警銷查獲的業者還在公園停車場 私裝液化石油器 總除氣量達到2656公斤 相當於130個20公斤裝的桶裝瓦斯 它是數據收集使用完畢的瓦斯鋼瓶 利用它的器具將以瓦斯鋼瓶裡面的產氣抽取出來 再抽取到一個大桶 然後再分裝到小桶然後進行販賣這樣 這些鋼瓶是業者四處搜購 有些還有掉漆或者是鏽石的現象 因為鋼瓶不是一體成型 長時間承受高壓 沒有定期檢測 形成潛在的公安危險 預期鋼瓶 它最可能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它的接縫處 最有可能從它的接縫處去進行漏氣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要確保自身權益 警銷提供自檢小PayPal 民眾可以在鋼瓶的護圈上 檢查有沒有裝訂檢驗卡 接下來再確認有沒有標註下次檢驗日期 第三要留意沒有被圖改過才是合格品 對於違法業者的行為 僅消除了開例三張舉發單之外 也呼籲民眾不要貪小便宜 縱容違法業者也危害了個人及居住安全 大海新聞湯道順張略嘉 台北報導